不用怀疑你的眼睛 这就是英国王室的凯特王妃 这张画没有刻意弄丑 是她的第一张王室官方肖像画 只不过 看过这张画的人很少 就连凯特王妃自己 都不愿多提这张肖像画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 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 记得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来自苏格兰画家保罗 埃姆斯利创作的作品 完成时间是在2012年 就是凯特刚嫁进王室的第二年 保罗就帮他画了这张肖像画 通常来说 名人都有自己的专门肖像画 但是这张 外界一致认为 保罗把凯特画丑了 眼睛部分有点像死鱼眼 整张画看上去 凯特老了好几岁 但画被第一次拿出来展览 给凯特王妃看的时候 他长这样 比画上年轻漂亮多了 出于礼貌 凯特在看到自己的肖像画长这样后 就只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并没有当场表现出丝毫不悦 那个时候 他的抗压能力依旧很强 这幅画一面是 就备受争议 但他多年来 一直被放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画廊里 并被展览多年 有时候还被借到世界各地去展览 据说凯特王妃并不是很开心 自己的这张肖像画被到处展览 尤其是他的身份 还是这个画廊的皇家赞助人 不过 即便是不开心 自己被画得那么丑 但凯特还是没有插手干预 直到这几年 该画廊进行了价格不菲的翻修后 这张肖像画才被撤出 换成了凯特和威廉王子的合体肖像画 对比苏格兰保罗的那张 这张里面的凯特王妃 看上去就优雅端庄漂亮了不少 据悉 这幅肖像画是由吕霍殊荣的英国肖像艺术家 詹姆·科拉夫制作完成的 因为凯特和威廉的另一个头衔 是剑桥公爵夫人和剑桥公爵 因而这是2021年的时候 剑桥郡皇家肖像基金会 委托詹姆·科拉夫制作的 成品后 在剑桥大学里的展览馆第一次展出 当时威廉和凯特去了 夫妻俩很满意 威廉王子感叹道这话好大呀 画中 他俩并肩站立 眺望远方 凯特似乎在注视着什么 而威廉的脸上 则是露出了一丝微笑的表情 画作里 凯特王妃穿的翠绿连衣长裙 是他在2020年 对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时穿的 创作者想画出威廉·凯特 既平易近人 又优雅端庄的感觉 因为这是第一张描绘他们合体的肖像画 特别是在他们作为剑桥公爵 和公爵夫人的身份 希望这张照片能够体现出 他们在执行公务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感 看来不同宫廷肖像师之间 画风真的是天差地别 其实 恩斯利的肖像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争议 因为画中的王妃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 画作被媒体批评为可怕的 糟糕的 彻底失败的 甚至有评论称 唯一的好处是 它不是由罗尔夫 哈里斯创作的 另外 肖像画廊还撤下了尼基 菲利普斯创作的2010年版画 该画描绘了两位王子 在家庭骑兵军装中的形象 这一决定 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认为肖像画廊 想避免凯特王妃 与哈里王子的肖像画并列展示 因为哈里曾公开指责凯特王妃 使他的妻子梅根受到伤害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在未咨询凯特林的情况下 将他的肖像画 从公开展示中撤下 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赞助人 然而 一些人认为 凯特林对此或许并不介意 因为这可能 与王室内部的纷争有关 综上所述 英国国家肖像画廊 所展示的肖像画 并不只是 作为一种艺术品来展示 也代表着王室和国家的关系 而当现实问题和各种因素的影响 如人物之间的矛盾 观众的预期 艺术家的技能等等 肖像画可能会消失 或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无论如何 对于肖像画来说 时代和审美观一直在变化 人物形象也会受到不同的解读和评估 因此 对于艺术家们来说 创作的压力也更大 以给观众带来最真实的表现 让观众领略到更多的魅力和美感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据报道 在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子 准备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之际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被禁止进入加州蒙特西托豪宅附近的 一家私人会员俱乐部 这对夫妇受到了严重的冷落 维多利亚 赫维女士 在最近的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中 透露了这一禁令 她说 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被禁止进入这家未公开的俱乐部 是因为担心这对夫妇 会吸引不必要的狗仔队的注意 我从洛杉矶的人那里听说 他们实际上被一些私人会员俱乐部拒之门外 赫维说 所以他们甚至不能去他们家附近的一家 因为有狗仔队的问题 考虑到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身份 他们可能可以进入许多高级场所 但被邻居的出没场所拒之门外 一定很痛苦 这一禁令出台的时机尤其尴尬 就在威廉王子高调前往纽约 参加9月19日的地球之舰创新奖峰会之前 你可以想象 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夫妇热切地看着威廉王子在一家 他们自己都被列入黑名单的豪华私人俱乐部里 与政要们亲密接触的照片 真尴尬 俱乐部的冷落更是雪上加霜 因为这只是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搬到蒙特西托后 遭受的一连串冷落中的最新一起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往 首先 这对夫妇被告知 在辞去王室职务后 他们将不再被允许使用殿下头衔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礼貌 因为爱德华八世和沃利斯 辛普僧可以保留他们的 这好吗 这不好 但是他们为什么非得把哈里王子名字里 最喜欢的部分去掉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还是最亲爱的家人吗 接下来 梅根脱婴后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毫不客气地剥夺了哈里王子的荣誉军事任命 现在我知道任务召唤和所有的事情 但是伊丽莎白二世 真的需要一下子拿走她所有的玩具吗 看在旧日的情分上 她就不能让她保留一个可爱的小头衔吗 太残酷了 谁能忘记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勃金喜年庆祝活动中 令人垂涎的阳台亮相被取消了呢 查尔斯国王邀请他儿子 而不是儿媳 出席他的加冕典礼 这是对待最亲爱的家人的方式吗 对私人会员俱乐部的禁令 只是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夫妇倒霉的又一个标志 难怪梅根一有机会就称哈里王子为白马王子 总得有人提醒这个小伙子 他还有地位 当然 威廉王子即将到来的美国之行 肯定会在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夫妇的伤口上撒盐 当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在海滩上牵着莉莉贝特散步 被禁止进入附近的热点地区时 已却在纽约参加一个闪闪发光的气候变化庆典 他们的心肯定很痛 毫无疑问 在威廉王子出访期间 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旗下团队的队员们会盯着屏幕 浏览他与所有一线明星和贵族们热情握手的照片 那本来是我们的 哈里王子会惆怅地叹口气 梅根会紧握他的手 以示团结 但威廉王子的访问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刺痛 和对这对流亡夫妇失去的皇室特权的提醒 在去纽约的路上 威廉王子很有可能会顺便去看看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 有报道称 威廉王子愿意去看望他分居的弟弟 不过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但那好果子会有多好吃呢 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夫妇对威廉王子在蒙特西托的土地上摊牌 也许威廉王子甚至可以陪哈里王子去被禁止的私人俱乐部 并成功地为解除禁令辩护 哈里王子想想就好 除非王室介入 否则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夫妇似乎将被冷落 被驱逐出社区热点 很明显 哈里和梅根无论何时公开露面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人们可能会理解 他们与其他一线明星一起出现在一个俱乐部 可能会因为不断出现的镜头的不必要关注而激怒一些人 这可能真的会导致俱乐部禁止这对夫妇的进入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这梅根和哈里是有多不受待见 现在已经被加州各大私人会所禁止入内了 他们不会再接受这对夫妇的订餐 以免影响到餐厅的受欢迎程度 看来二哈根姐在美国的人气真不行了 两人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